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围棋 这一盘是林小宇的棋 林小宇跟赵小宇他们会轮流出场 然后小轩应该也会轮流出场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的看一下 就是看一盘讲一盘吧 好那简单来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局棋 下到黑棋的第九手 我们在这个左下角又形成一个 久违的雪崩定石的形状 如果我们下在这里 就会形成小雪崩定石 小雪崩 小雪崩我们打在哪里好 在这里刚好可以 小雪崩 如果是长的话就是大雪崩 长的话是大雪崩 简单来说的话 如果搬在这里的话 黑棋教师 白棋长 黑棋立下 白棋拐这个 黑棋长 这个东西大概会变成一个小雪崩的概念 现在是增值有利 所以是可以用长的 白棋长 黑棋跳 白棋挡住 黑棋断 白棋叫吃 黑棋长 白棋爬一个之后 拐 其实这个应该是不需要爬 这个我还是习惯爬一下 然后夹住 之后黑棋压 白棋跳出来 黑棋飞 大概形成一个战斗型的小雪崩定石 这个是小雪崩定石的一个变化 然后大雪崩的话 目前来说没有什么人喜欢用这招压 所以说大家会喜欢回避这个复杂变化 下这个打之后虎的变化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变化 大雪崩小雪崩各送一个图给各位同学 各送一个图给各位同学 那这个地方 搬下来之后白棋选择的是这个连搬 这也是定时没有错 黑棋的本手应该是打了之后叫吃 这个地方白棋搬了之后 黑棋虎 接下来定时就告一个段落 白棋抢到先手可以去下在其他的地方 拖先注意啊 这个地方不是打这个之后再打这个 再打这个 如果是这样下的话 那黑棋就变得比较坚固 黑棋就会变得比较坚固 这个东西叫做属手大拳 白棋的属手 白棋的属手 啊算了 白棋的属手大拳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黑棋如果下成这样 被白棋下一手靠到这里 白棋可以依靠这个连打的手段 把这个黑棋压在二路上面 把黑棋压在二路上面 当然现在 现在这样下是有点危险性的 如果说想要留下这四个子的话 白棋还是要补一手的 但是这个样子其实 白棋也没有说吃亏多少 如果不要留这四个子的话 大概就是接在这里 等到黑棋断的时候 白棋这样子 把四个子弃掉 所以这个地方 有靠这个手段 有靠这个手段 会让白棋的外面变得比较坚固 那我们如果用属手的下法的话 黑棋这个地方如果有爬的话 白棋在这样子弃子 就没有办法像刚刚那个 把黑棋打到这一线来 就没有办法像刚刚那个图 把黑棋打到这一线 所以这个地方连班 黑棋叫吃在这里是本手 那黑棋退 就是属手 黑棋退就是属手 这个地方白棋他可以先爬一个 黑棋如果藏在这里的话 白棋就可以藏或是斑 好比说我们用斑的的话 黑棋这个地方如果想要拐 想要像这个样子去 把白棋吃掉的话 白棋只要接在这里就没有问题 黑棋拐白棋就碰这个 这个是个手精啊 黑棋没有办法跟白棋比气 黑棋如果挡这个的话 白棋就爬出来 这个斑是不成立的 直接被打死了 黑棋只能够藏 藏完之后白棋再爬 黑棋如果想要像这样子 搬死白棋的话 我们且不论这个搬以后的变化 是怎么样的 白棋这个地方有一个手精是点 点完之后挡住 黑棋如果这样搬的话 白棋搬 这个地方是白棋快气 这个地方是白棋快气 刚好把黑棋杀了 所以这种地方白棋搬出来 就会让黑棋瞬间吃亏 瞬间吃亏 黑棋搬的时候白棋就藏 那这个地方就相当于 白棋爬到了两下之后 在这个地方居然还可以四线为控 在定时的眼光来看 黑棋这个地方吃亏很多 那黑棋这个地方 其实本手也应该是藏在这里 藏在这里 白棋接上之后黑棋藏一个 白棋跳出来 这个地方白棋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白棋本来就是先手 所以白棋好是正常的 黑棋取得先手之后 白棋先下 所以白棋好是正常的 黑棋取得先手之后来个地角 目前应该还算是五五开的局面 还算是五五开的局面 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如果藏在这里的话 就会被白棋搬起来 所以这个地方黑棋一定要藏在这里 白棋如果搬这个的话 黑棋就是打在这里立下 这个地方虽然说 黑棋可以把白棋吃掉 但是这样子吃的话 被黑棋挡住这里的出头路 感觉会比较吃亏 因为这个地方毕竟只是三路为控 刚刚那个变化 白棋是四路为控 刚刚那个变化在这里 白棋是四路为控 四路为控是比较便宜的 三路为控是比较亏的 好 黑棋这个段 略有一点危险 虽然白棋本身也有这个致命缺点 但是这个致命缺点 只要白棋补助就没有问题了 黑棋只能接上 白棋搬 黑棋拆 这个地方看起来是一个定时的后续手段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黑棋小木 白棋高挂 黑棋脱退 白棋接上的时候 黑棋下在这里 这是一个定时手法 白棋碰了之后 挤了再顶 这几步棋都是二手 这几步棋都是二手 因为本来 白棋立下的时候 有这个点的手段 有这个点的关子手段 黑棋这个脚本来围不成 本来是围不全的 不是围不成 是围不全 大概有就是点了之后 黑棋打 白棋搬 黑棋叫吃的时候 白棋唬在这里 这就是一个打结度过的行 如果黑棋硬要把白棋全部吃掉的话 反而会被白棋这样漂亮的一个两眼作火 所以这种地方 这种地方 白棋这个接上 算是一个比较 稳定的下法 黑棋本手下在这里的话 那黑棋就会变成一个吃亏的定时形状 但是如果黑棋不想要接受那个吃亏定时形状 反而是藏在这里的话 白棋只要打 只要断在这里 断在这里 让黑棋这样子藏之后 白棋压 然后点在这里 这一些黑棋 这些黑棋就会变成 没有眼位的弱棋 黑棋只能够这样子 接上 接上之后 白棋只要像这个样子跳一个 维持住自己的棋形 黑棋这个地方只要拆在这里 白棋就夹在这里 相反 黑棋拆在这里 白棋就夹在这里 无论如何 黑棋总会有一块弱棋 会被白棋给欺负 会被白棋给欺负 那这个样子的话 白棋就是取得了 一定的主动权 白棋会得到一定的主动权 那白棋这部接上 白棋这部斑就是 多此一举的行为 只要把自己的弱点守住 就没有问题了 黑棋这个时候就应该要 补助自己的弱点 白棋如果长 黑棋就可以 打在这里 然后再斑一个 这个地方只要虎在这里 那基本上 黑棋这个地方就不吃亏 因为黑棋把整个下边给挡住了 而且楼盖到了 123456楼 楼盖到了6楼 把这个白棋给挡住 那基本上 整个下边就会是黑棋有力的战场 而白棋这个地方 二路出头 虽然 黑棋这个地方的交换 这个地方黑白的交换 是黑棋吃亏 当然白棋出头的方向不好 白棋出头的方向是不好的 如果出头的方向在这个位置的话 就是好的方向 很可惜 这个好的位置被黑棋挡住了 黑棋的后面是一个援军 有机会可以围到大控 白棋这个地方冲出来 虽然这里也有援军 但是围控的话 必须要再补一手 被黑棋这个样子 限制自己的势力发展 白棋是不满意的 那黑棋这个长 是有一定的问题的一步棋 白棋这个地方只要接上 基本上黑棋在这样一场 感觉上白棋就没有不满 感觉上就没有不满 因为这个地方白棋是一个两边 两边都有头可以出去的感觉 黑棋是两边袖控 这个地方就算白棋下一个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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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松的一个大飞挂脚 然后再拆二过来 其实对黑棋来说 这个外事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这个外事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那白棋这个长当然也是 白棋这个爬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一步棋 黑棋长这个也没有问题 接下来白棋只要搬到这一下 白棋只要搬到这一下 这个地方黑棋就会陷入比较 比较窘迫的一个地步 黑棋如果搬一个之后 想要对白棋造成一定的威胁 像这个样子挡住 白棋这个地方因为爬是先手 这个地方只要一点 然后一段 一般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快 快一气以上的对杀 快一气以上的对杀 好像是快两气是吧 那甚至不需要爬 不需要爬这一下 只需要点就可以了 但是为了让这个拐下来不是先手 为了让黑棋的这一步拐 不是先手 所以我宁愿多爬一下 这个地方黑棋是没棋的 所以白棋就应该要搬二子头 搬在这里 把黑棋这个下边的潜力全部消掉 那实战 白棋马上去挂这个角 黑棋就可以怎么样呢 黑棋就可以马上去 马上去打这个 搬这个 再虎一个 或是接也可以 虎或接都是好棋 都是好棋 这个地方其实我看一下 这个地方白棋 白棋好像会直接崩溃掉 黑棋打这个之后一立下 黑棋如果接在这里 白棋如果接在这里 黑棋就挡住 黑棋就挡住 这个地方如果白棋想要收气的话 因为脚步的特殊性 所以 黑棋只要挡住 这个地方 收气的话 白棋是收不赢黑棋的 这个地方因为黑棋多长到了这一下 所以一切的这个 一切的外面的问题都不存在 都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相反的如果 如果这个白棋 他选择的是怎么样呢 选择是这样子搬出来的话 黑棋只要拐 白棋这样子收气 也是收不赢黑棋 黑棋依然可以把白棋吃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黑棋只要打在这里 白棋这个脚会全部爆掉 黑棋会全部爆掉 所以这一步棋 是非常严重的失误 这一步白棋是非常严重的失误 黑棋没有看到 这个地方白棋就应该要搬出来 这个地方就应该要搬出来 不搬出来的话 脚上会爆掉 搬出来的话 白棋的棋型非常有力 至于这两步棋的交换呢 就是这两步棋的交换 就是双方都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这个严重就是 这个错误就叫做跟屁虫 双方都是跟屁虫 双方犯的错误都是 别人是下了之后 他想要硬在一个地方 尤其是白棋 白棋误以为脚上没棋 反而是主动去自寻死路 那黑棋就是被白棋给骗了 白棋本来就不应该下这种东西的 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子欺骗黑棋的 这个地方其实老老实实的 老老实实的搬出来不好吗 你搬出来你能够得到的东西 还是更多的呀小语 好这个地方 白棋这样子一飞之后 黑棋好像不能够轻易的手吧 当然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选择直接手吧 这个地方就让白棋吃掉 我其实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角比这个角大多了 这个左下角比这个右下角大多了 这个右下角的范围 大概是一个446对吧 那这个左下角的范围是3515 加上这里的6 再加上这里的10左右 15 25 30目 这里只有20目不到 这里有30目 所以这里比较大 这里比较大 左下角比较大 右下角只有20 左下角有30 所以左下是比较大的 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是直接一人一半 一人一个角的话显然是黑棋便宜 这个地方太大了 黑棋选择下这个地方的定时 白棋这个非常可能是滑标 这明显是二手 定时应该是打了之后 虎这个 黑棋尖之后白棋跳 当然这个地方如果黑棋还傻傻的尖 我就直接扳起来 这个地方如果是我是黑棋 我就直接打这个 把这个角先吃了再说 把这个角先吃了再说 那实战白棋这个地方很明显是滑标了 这个地方黑棋只要老少实实的一打在这里 就算白棋可以打这一下是先手 这个地方的位置也是非常恶心的 这个位置很显然不如虎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应该要下在虎的位置还对 所以这个地方 我看一下黑棋长这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个人是希望可以打到这一下 打到这一下把这个只吃干净 因为以后这个地方还有什么跳下来的手段 很讨厌的 但是如果是这种状况 我觉得白棋搬出来 其实白棋本身还不差 白棋就算把这全送掉了 我觉得还是有 还是有的下的 还是有的下的 这个地方再下一个 这个小飞挂小飞挂脚 当然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还是挺恶心的 这个子还是蛮恶心的 实在这个顶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顶很明显 如果跟黑棋的这一步棋交换的话 明显就是吃亏的感觉 那我看一下黑棋怎么下 黑棋打黑棋尖这个 尖这个也不算特别的糟糕 但是有一定的风险就是了 如果是我们的话 我们会希望不要有任何的风险 尖或者是吃 不管是哪一种 都是比较好的下法 那这个尖的话 白棋有可能可以跳下来 当然这个地方有这种断的手段 但是黑棋这个立下是先手 长也是先手 这个地方只要被 被贴到这么一下 这个脚全部送掉 局部黑棋是比较吃亏的 局部黑棋是比较吃亏的 那实在白棋这个尖出来 也是局部的好手段 黑棋贴这个 白棋虎 虎就是一个非常恶心的下法 这个地方其实白棋我觉得 能够立下来的话是最好的一步 虽然断会把白棋整块都送掉 但是送就送 这个地方虽然说把白棋整块送了 但是这个地方如果说可以拐到这一下的先手的话 局部如果可以下成 类似这个样子的棋型 并或者说是虎 这个地方其实白棋吃亏的就有限了 当然因为这一步滑标的关系 白棋蒙受了不必要的损失 当然黑棋如果 如果只是把黑棋限制在右下角的话 其实还是有得打的 对白棋来说还是有得打的 滑标的影响非常的严重 本来白棋应该是两分的变化 现在变成勉勉强的还撑得住 也就是说现在白棋依然是不利 但是不利也该这么下 就是下棋还是要有一般的分寸才行的 好 实战这个虎出来的话 黑棋这个地方只要能够类似于跳 或者是飞在这里 飞这个地方被跨出来的话 有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还是用跳一个好了 跳在这里的话 那白棋就会变成两块弱棋 一块是边上 另外一块是下边 这个地方黑棋立下来 也没有问题 立下来也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好像白棋 白棋这个地方好像可以直接靠这个 然后再下这个 如果说黑棋想要冲的话 这个地方刚好白棋快一气 黑棋会只能够像这个样子 全部缩回去 全部缩回去 那黑棋如果冲在这里的话 那白棋就直接像这个样子 把黑棋打成一团 把黑棋打成一团 虽然说整个右边还是会被杀掉 但是这是滑标的副作用 我们没有办法避免 类似于这个样子的一个棋形 整个右边虽然会被杀掉 但是白棋这个地方 搬先手之后搬出来 这个太大了 这个太大了 必须要抢到这个先手 可以让白棋可以就是补掉这个脚的弱点 那这样黑棋在左半边的战斗 就要大伤脑筋了 我不能够说黑棋一定不利 但是黑棋绝对会大伤脑筋的 实战白棋跳 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 黑棋贴出来这个问题就大了 白棋只要下在这里 基本上黑棋这几个子好像要死 对不对 黑棋这个地方冲出来被白棋搬住 虽然说看起来有这个妙手存在 但是白棋可以打在这里 黑棋接 实际上是白棋会快起 所以这个地方只要白棋跳在这里 然后这个样子 这样子贴出来的话 黑棋贴出来白棋搬住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黑棋要冲出来的可能性只有一个 这就是这样子打一个之后再靠出来 局部白棋这样子打了之后 打在这里 是一个打结 当然局部如果是打结的话 靠着这里的结材 黑棋是可以把白棋给打爆的 白棋的左下角会被黑棋据为己有 但是实际上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实际上的结果是黑棋叫吃嘛 然后这个地方假设黑棋藏出来 被白棋提 黑棋这个地方打 白棋提掉 黑棋提掉 这个地方看起来是黑棋全部把白棋吃了 但是实际上白棋打赢这个结之后 满一送一可以吃掉这个脚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黑棋虽然说可以靠着打结把这里打爆 但是白棋靠着打结也可以把右下角打爆 那这样的话局面就难说了 局面就难分优劣了 所以这种时候 白棋只要下出这一步跳 这个地方黑棋就有点危险 就有危险 主要是因为白棋这一步棋是先手 白棋这部团是先手 让黑棋这个地方的变化会变得非常不利 这个地方白棋实战跳在这里 就是松弛了一步 黑棋只要跳出来就没有问题 实战顶也没有什么问题 顶也是直接打在了白棋的蛋蛋上面 白棋这个地方扳了之后打都是二手 这种地方本手就是接上 虽然难看但是不得不如此 因为这种地方像实战这样扳了打之后 黑棋这个扑永远都是他的权力 永远是黑棋的权力 白棋要是提掉的话 黑棋就直接再扳一个 白棋接上黑棋再打 把白棋打成鱼形之后再这样贴出来 这种地方白棋的气非常的紧 白棋这种地方完全是使不上力的 假设白棋想要这样子扳一个 黑棋也这样子一扳 白棋如果想要吃掉黑棋的话 刚好会被黑棋快一气吃掉 这样子的话白棋就完蛋了 白棋就完蛋了 所以这种地方黑棋只要被白棋 只要白棋下成这个样子 这里有扑再扳这样子连续收器的手段 黑棋是完全不怕的 白棋40终于下到了这一步棋 补助了左边的问题 左下角的问题 但是现在局面已经是白棋非常被动的局面了 局面已经是白棋非常被动的局面了 黑棋这部接上大二手 这个地方其实白棋已经 把9跟11这两个子给制服了 已经制服了 我们就把这两个子当作他的死棋好了 接下来黑棋该做的事情就是 打一个之后再打再藏下来 虽然这个地方白棋挡之后 黑棋挡之后可以把黑棋吃掉 但是这个地方黑棋可以轻快的去拆三 那这两个子呢 这两个子 黑棋要吃就让黑棋去吃 假设白棋 白棋要吃就让他去吃 甚至白棋打在这里的时候 黑棋理都不用理他 直接下在这里 或者是下在这里 直接去进攻这种价值更大的地方 因为黑棋的大部队已经脱险了 黑棋的大部队是指这里 已经脱险了 那 方块的这些棋子 就是 蚕子 废子 那蚕子跟废子就是可以放着让白棋去吃 像这种地方他的木数比较少 他没有附加价值 所以说这些都是蚕子废子 这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 黑棋接在这里就是把蚕子给救回来 这个班就变成先手班了 那实战这个地方 本手是应该要这样子藏出来的 本手是应该这样藏出来的 当然了 藏出来也是因为 要切断黑棋叉叉的这块棋 跟三角形这块棋的联络 让黑棋变得比较薄弱 让黑棋变得比较薄弱 如果说这个时候 黑棋选择像刚刚下那个变化 打完之后拐 拐完之后拆 这个时候白棋就可以先 搬一个之后 往这个地方先接一个 把自己的棋型暂时补强 再去把黑棋的眼位破掉 跟黑棋比赛赛跑 看看谁跑得更快 谁能够拿得更多 白棋如果可以进攻这块黑棋的话 那主动拳就有机会 重新回到白棋的手上 白棋这个跳 局部二手 这个地方被黑棋一挖 一打 再一打 这个地方就完蛋了 所以黑棋挖的时候 白棋本手只能退 黑棋要是这个样子 可以把白棋这个子割下来的话 把白棋这个子割下来的话 那其实黑棋并没有吃亏很多 并没有吃亏很多 虽然说这个子依然是非常低效率的一步棋 但是可以把这个子吃掉 黑棋这块棋就整个安定了 整个安定了 那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更何况这个地方如果被 如果这个地方爬不再是先手的话 黑棋这个地方 就有机会可以下在这里了 或者是这里了 就有机会可以下在这里对白棋进行 这个 比较危险的一个对杀了 就有机会进行比较危险的对杀了 好比说这个地方 如果白棋碰一个收器的话 那黑棋就会形成一个打结的形状 白棋如果像这样子朴实的收器呢 黑棋甚至是可以做这种赖皮结的 黑棋甚至可以做这种赖皮结 也就是说这种地方白棋的脚是不干净的 就算是黑棋乖乖的像这样子拐一个 白棋也必须要乖乖的硬 对吧 实战 黑棋断在这里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黑棋打这个 黑棋45打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这个打是一个重要的劫财 而且保留这个33的打 以后B8这个位置的拐下来都会是先手 这个拐下来永远是先手 但是黑棋打这一下之后 这个拐就永远是后手 实战 这个地方黑棋其实是应该要这样子拐出来 再长的 这样子的话黑棋整块棋的气够长 棋型就会比较坚固 那相较之下这个地方 搬了之后被白棋一打 这个地方的气就变短 气变短之后整个黑棋会变得比较薄弱 如果是我的话我下一步就可以搬这个 搬了之后再这个样子打出来 然后接上把这几个黑棋全部吃掉 这个就是我的目的 当然这个地方如果黑棋他学会他有学到这个 铺一个之后打这个的手段的话那好像这些子可以救的回来 但是救回来不要紧啊我这个地方可以先一步把你这五个子吃了呀 这个还是挺大的 所以黑棋这个地方如果说他要长的话 白棋再一接这四个子就死透了 这四个子就死透了 所以这个地方白棋打出来没什么问题 黑棋断打是一个大二手 这个地方被白棋提到这里啊 只要白棋接上 下一步白棋只要像这个样子断在这里 再打在这里 再这样子打 这黑棋整坨都是一块鱼形 而且这一整坨只有武器 白棋这里也是 这里就有六器是吧 这个地方白棋只要能够全部连起来之后 从这个地方逼攻 这里的黑棋就瞬间没有根据地 就要往中间跑了 就要往中间跑了 那这个样子的话白棋就可以掌握战斗的主动权 就可以掌握战斗的主动权 这样子的话黑棋就危险了 那实战 白棋打这个结 有一点没事找事 但是因为白棋结才挺多的啊 所以说白棋要这样下其实也不是问题 如果是我的话 我在黑棋长这一下的话就会提在这里 黑棋如果断掉 当然整个右下角是全没了 但是他的整个左下角的这块棋都是负担 全部是黑棋的负担 那这样的话白棋就有机会整块去进攻黑棋 黑棋就有危险了 黑棋就有危险了 那这个地方当然街上也不是不行 但是这个地方的点实在是一个大损结 这个点实在是一个大损结 黑棋实战打在这里 这个角就跟这里可以连在一起 黑棋打在这里之后 这块棋完全是没有办法要了 完全是没有办法要了 白棋提掉是明智的选择 黑棋这个地方的提有问题 这个地方黑棋已经没有什么危险存在了 所以提掉的话我觉得不急 这种地方如果说我会先逼在这里 逼白棋把这个子拉回去 逼白棋把这个子拉回去 拉回去之后我再挡在这里 如果你打了我再提掉 你不打我就不提 你不打我就不提 或者是什么呢 白棋尖出来之后 黑棋尖一个 我这个地方就有机会可以用这个吃法 这个吃法 我就有机会用这个吃法 那你这个地方依然是不活 你要活就要打这一下 你要活就要打这一下 而且你打了这一下还不一定活 这就有点像那个冷笑话 就是欲练神功必先自攻 就算自攻未必成功 对吧 就算自攻未必成功 不用自攻也能成功 这就惨了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提掉的话 是没有把所有价值 就是没有把所有的价值炸出来 这个对黑棋来说有点可惜 白棋尖是一个大问题手 这个尖就是把自己的废子拉出来跑 这个尖出来 因为黑棋这块已经活了 所以他跑这块没有价值 要做什么有价值呢 攻击这块有价值啊 这块棋的本身价值就挺大的 如果黑棋是 黑棋是这样子拆个2 或是像这样子高拆2高拆3 这块黑棋就没有可能被杀了 高拆2好了 高拆2感觉会比较好 这个地方只要黑棋拆到一个2 这里的棋就顿时安定了 白棋就算拐到这下 把这两块棋连在一起 那又有什么用呢 黑棋本身赚的就已经够多了 白棋这个地方当然也赚了不少 但是因为这个地方 白棋挺薄弱的 这个地方搬出来 藏出来 这里白棋依然还没有火 白棋依然还没有火 所以这种地方 虽然说黑棋实战 跟我想的是不一样的棋 但是他压这一下之后 再去下这个 应该效果不会差太多 效果不会差太多 实战靠下来 要吃这块白棋也不是问题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直接先去安定这块 我不希望这块棋变成弱棋 尤棋这个地方 他的眼味非常的不丰富 他只有半只眼到一只眼而已 这个地方感觉 马上来吃这块白棋 有点太急了 我会希望可以下这样 下这样的一步棋 如果白棋想要像这样子 这个拆二把这块棋救活的话 黑棋就把这一些棋子 跟这一块棋的联络切断 切断之后 再去这样子 整体的进攻这块棋子 我个人是比较想要让这块棋子 全部变成攻击目标 这样子的话 白棋就有点危险 白棋这个地方 虽然说大概可以有 10 12 14 16 18 12 14 16 18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快要30木的价值 这里差不多10木 这里差不多6木 白棋全盘46木 黑棋全盘没有那么的多 但是因为黑棋瞄着这块棋 瞄着这块弱棋 所以实际上黑棋这个地方 只要有15木 这里有6木 就算是背着15木的盘面烈士 我觉得都是黑棋好 我觉得都是黑棋好 实战 白棋 白棋这个地方 硬了一步 这就是一步很有问题的棋了 你硬了一步之后 每步棋都要跟着硬 这个地方 黑棋有可能可以扳得下来 断不成立 对吧 断不成立 断的话 他如果想要像这个样子 拉出来 没有解决问题 黑棋要解决的问题 白棋要解决的问题是 这块棋没有活 这块棋没有活 那这个地方 白棋拉回来 也不一定活 白棋拉回来也不一定活 因为黑棋这个点是先手 如果白棋乖乖的接上的话 黑棋只要像这样一点 然后一冲 一点一冲 这个冲好像不成立 直接冲这个好了 直接冲这个 这个地方好像有问题 好像黑棋还是要接上 如果白棋把这两个子给连住的话 被黑棋这样子 把所有的子切断 把这里 这里的若棋先切断 以后黑棋点进来之后 以后黑棋点进来之后 一冲 这个白棋可是全部死光了 白棋可是全部死光了 所以这种地方 所以这种地方 被黑棋点出来之后 被黑棋点出来之后 如果白棋他投铁不硬 现在点进来再冲 白棋就没有办法把黑棋给杀了 对吧 白棋就没有办法把黑棋给杀了 黑棋这个尖有一个手精 有一个手精是尖 这个地方就算白棋想要靠死黑棋 也是不成立的 也是不成立的 这种地方 黑棋始终比白棋多 所以说 这个地方白棋 被搬下来的话 会造成比较大的危险 黑棋点这个太心急了 而且白棋接了之后 居然黑棋是选择 肩在这里 这个地方如果是我的话 白棋都已经接在这里了 就应该要搬下来 黑棋如果 白棋如果这个时候 补的话 我这一挡 白棋就全死了 白棋就全死了 他断了也没有用 他断了也没有用 这里面依然是死棋 局部来说的话 这个地方直接搬一个 白棋就全死了 被黑棋点的时候 白棋应该要搬出来 把这尾巴救出来 黑棋能吃掉的是这些 但是大部队被救出来了 刚刚那个图当中 刚刚那个图 我是不是把它给弄掉了 黑棋这个地方 被白棋 被黑棋搬下来的话 是全部死光 是全部死光了 所以这种地方 黑棋不能够被搬下来 黑棋这个地方 尖是一个恶手 这个尖没有把 所有的白棋吃掉 白棋只要搬出来 就是残余部队 不是残余部队的问题 大部队全部出来了 断不成立 被一冲就死了 接上白棋就可以接上了 接上白棋就可以接上了 甚至白棋可以先拐一个之后再接上 这样的话黑棋 没有收获 毫无收获 这个地方黑棋搬一个 白棋连搬 再接上 这个地方黑棋完全没有收获 现在变成白棋有利的局面了 这个地方断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块白棋大致上已经做活了 这块白棋里面大概是一个弯4左右 黑棋如果真的想杀掉白棋的话 黑棋如果真的想杀掉白棋的话 必须要杀到这线再点到这里 才能杀掉白棋 黑棋逼在这里都杀不掉白棋的 这个地方只有黑棋点到这线再点这一下 才能够把白棋给杀了 所以这个白棋显然是活棋 那黑棋这块棋连脚带中央 当然也是活棋 白棋这块棋是一个弱棋 也就是说白棋它断 它是没有搞清楚敌强我弱 它是没有搞清楚敌我的强弱 黑棋这个脚上已经活了 所以是白棋的这一整块要跟黑棋这个89作战 但是黑棋只要像这样子飞出来的话 这个89跟这里一大堆棋子作战完全是不落下风的 虽然它只有两气 但是因为黑棋没有眼位 白棋像这样子拉出来 白棋像这样子拉出来的话 这个子自动自发的就跟这个小木接应上了 自动自发就跟这个小木接应上了 而且黑棋如果变强了的话 这种下法的可能性就提高了不少 白棋要是像这样子 白棋这个地方 如果像这样子跳的话 黑棋这样子一爬 白棋冲 这样子黑棋就可以把白棋给杀了 黑棋就可以像这样子冲 这个地方好像不成立 这个地方就算不成立 像这个样子点到这里 就可以把这个角先手补起来 这样子的话黑棋依然是强棋 是强棋的状况 这一道万里长城 它理论上还没两个眼 理论上还没有两个眼 就可以像这样子点了之后 再这样子进攻它 就可以像点了之后再这样进攻它 当然如果不放心的话 也可以夹在这个地方进攻 这道万里长城的白棋 还没有眼 所以非常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这个地方 虽然说是九个子打一个子 但是优势并不在白棋这一边 黑棋退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地方 我觉得退一个太可惜了 退一个被黑棋这样子 基本上连上 被白棋这样基本上连上 像这样子补了断点之后 这块白棋并没有说非常的弱了 跟刚刚的局面就很不一样了 当然这个地方应该再压个两下 压两下之后再补这个 这块黑棋虽然拉出来 跟这块黑棋快要连在一起了 但是这个地方没有眼位 加上这个地方也没有眼位 两个没有眼位的棋牵在一起 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它只是长度变长而已 没有意义 白棋跳 这个就是分不清强弱的下法 这个地方应该要把这个弱棋 给补回来才行 那当然这个地方 黑棋也可能去下这个 跳点的下法 实战果然是下在这里了 白棋冲 黑棋就挡住 白棋接黑棋就长一个 这个地方白棋反而是把自己脖子上面的绳索 越细越紧 把自己脖子上的这个枷锁 把自己的绳索越细越紧 非常危险 白棋靠 黑棋扳 白棋长 黑棋这个地方 接上是一步有问题的下法 这个地方本手应该是继续压 压完之后再压第二下 接下来这个地方再补回来 这个地方黑棋 虽然说 看起来围不到脚 但是因为这个小木本身就不容易死 只要一步棋就可以把这个脚围好 所以这个地方的黑棋显然是强棋 白棋的棋子虽然多 但是到目前都还没有两个眼出来 到目前都摆不出两个眼 所以显然是弱棋 显然是弱棋 所以这种地方的战斗 很显然会是黑棋有力 这个地方就没有必要下得这么软弱 那白棋这个点 就是搞黑棋心情的下法 黑棋这个地方压很好 终于下到了一个好的下法 这个点搞黑棋心情毫无必要 应该要自己好好的出头 这个地方出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下法 你出头之后 再去搞别人心情的时候 人家就不一定不黏了 人家如果在这样子跳出来的话 你就有机会可以 一边去威胁这块 一边威胁这个的断点 所以这种地方 自己出头是有必要 自己出头就是让自己的活路变宽一点 接下来 这个地方尖了之后 白棋的本手就是单场 白棋的本手就是单场 尖这个地方没有让黑棋这块棋 变得比较强 黑棋要补还是要补在这里 或者是这里 把自己的弱点全部都补起来 那相较之下呢 这个跳就是直接把自己的 断点全部补好了 这个跳就是直接把自己的断点补好了 像这个样子的话 黑棋只要像这样一尖 这个地方就是既守住了脚步 右手住了断点 那黑棋这个地方的尖顶 被白棋尝到这一下的话 还需要再补 还需要再补强断点 你连续花了至少两手棋 才把断点补好 但是白棋可以趁着你在下 补断点的时候 把这个脚掏光 这对于黑棋来说是不好的 黑棋这个地方 落了后手之后 还要被白棋这样跑出来 不管是跳二跑 还是跳一跑 还是像这样尖的跑 对于白棋来说都是不好的 那这个地方 白棋搬了打都是大二手 都是大二手 帮助黑棋把断点补好了 这就是义攻行为 义攻的行为 这个地方 白棋顶的时候 黑棋打在这里 这个时候就应该要考虑一下 如何点木了 这个地方 白棋如果拐出来的话 它的价值非常的大 它甚至可以说是把整个 右上角给打烂了 把整个右上角给打烂了 如果说白棋把整个中央 弃掉的话 我们就不考虑这个地方 断了之后拐出来是什么变化 我们就假设这个地方 白棋把这一块棋弃掉之后 把这个右上角全部吃掉 这个地方其实应该要像这样子弓过来的 但是我们为了方便计算 我们就假设白棋下这种 把右上角吃掉的下法 我们来看一下白棋有多少木 这个地方 10 11 12 13 14 16 17 18 19 20 22 24 25 26 2728 29 30 大约30木 这个地方白棋大约6木 36 这个地方白棋大约13 14 15 15加36 等于51 5253 545 56 57 58 59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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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dig 66 33 63 66 66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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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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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 oficial 更何況這個地方白棋先手 黑棋掌控的地方大概就是這個位置 但是白棋光是這個拆 以後在進攻黑棋就有機會 長超過這裡所有的木數 我覺得白棋再長個20木不是問題 當然黑棋要長出20木就很困難了 黑棋長20木是不夠的 黑棋落後18木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地方黑棋長20木是不夠的 更何況呢 白棋的下一步應該是往這個地方進攻黑棋 等到這個地方把黑棋限制住 限制成大概兩眼活的時候 再回來把這個腳吃掉 那這個樣子的話黑棋落後會更多 黑棋這樣的話大概會被白棋打到 盤面20-30木左右吧 所以現在白棋是絕對的優勢 但是 白棋是絕對的優勢 但是白棋這個地方接上 接上簡單來說就是要把這塊棋補起來 要把這塊棋補起來 那這個地方其實有一點小 小麻煩的啦 當然這個地方黑棋擋住之後 白棋只要斷掉之後拐出來戰鬥 也不差 主要是因為這個地方黑棋太吃虧了 是因為這個地方黑棋太吃虧了 所以這裡白棋往這個地方去進攻黑棋的話 其實目前來說白棋還是有力的 但是這一局棋最後是黑贏了 我們來看一下小玉是怎麼表演 白棋搬 黑棋虎 白棋利 落了後手 落後手之後呢 黑棋這個地方照在這裡 搶先去進攻白棋 那這個地方白棋就失去了主動權 當然這個地方照一個是無力手 無力手 白棋斷了之後 沖 再這樣子斷掉 黑棋如果不補的話 黑棋如果補的話 白棋就有機會可以逃出去 白棋就有機會可以逃出去 像這個樣子 往這邊逃的話 雖然 黑棋賺到了許多 許多木樹 但是這個地方黑棋就會陷入 白棋的重圍當中 如果死了 那就不用玩了 黑棋肯定是輸了 就算活了 黑棋其實落後的也挺多 我們假設 白棋這個地方 白棋這個地方就算是這樣做活吧 黑棋這個地方就算是這樣做活吧 白棋是可以像這個樣子 來一個 跳 把這個地方的 白棋徹底安定 徹底安定之後 黑棋像這樣子 跳一個 白棋補一個 這樣子的話 白棋依然是佔據優勢 因為這個地方 是白棋新掌的空 這個地方是白棋新掌的空 黑棋對於上面那個圖 就是上一個圖來說是沒有新掌的空的 白棋這個地方是絕對優勢 那白棋這個地方 白棋這個地方藏出來 有一點問題 當然這個地方黑棋搬一個是絕對是無理手 白棋只要先斷一個 再衝一個 再斷一個 再斷一個 再這樣子貼住 這幾個子殼就死了 對吧 這幾個子只有兩棋而已 所以實戰的白棋真的不知道在幹什麼 白棋這個地方 我給他下的是20分鐘 每個人20分鐘60秒 三次獨秒的棋 到底在想什麼 怎麼會嚇死亂七八糟的樣子 好這個地方白棋終於衝了 衝了之後打 打 然後這個地方貼一個 哇這個地方貼真的是大二手 這個地方應該要斷 斷一個白棋就 黑棋就只能夠封住 讓白棋這個樣子逃回去 當然這個地方黑棋 下層實戰這個樣子的話是 依然是便宜的 比剛剛那些圖都來的便宜 但是現在局面依然是白棋有利的 那白棋這個貼就是大二手 這個貼白棋 黑棋只要接在這裡就沒有問題 當然實戰這個衝 白棋還有機會 趕快斷進去 這個地方白棋依然可以逃出升天 當然 這個貼的還是非常的虧的一步棋 但是實戰白棋居然 貼了之後再擋住 嚇了實在是太爛了 這個地方還貼一個 他是不是以為可以叫吃啊 就算要叫吃也是叫吃在這個方向 就算要叫吃也是叫吃在這個方向 哎真的是有夠 這個地方被黑棋這樣子吃掉 這塊棋全部被吃 白棋就陷入了烈士 這個地方應該說小雨他下了 大半盤尚可的棋 但是實際上呢 被黑棋這樣子吃掉全部 那就大虧了 那就大虧了 我再往下看幾手啊 這步棋沒有必要 白棋已經死了 這個地方白棋是斷在這裡 這是一部二手 白棋這個地方應該要爭取全吃掉黑棋 而不是吃掉黑棋的一部分 黑棋完全是可以壯士斷碗的 壯士斷碗這樣拆一個邊 把這個地方的黑棋都送掉 然後再這樣子拆邊 把這個地方的黑棋安定起來 當然如果論大小的話 這裡更大 那這樣就是黑棋 黑棋大勝的局面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如果我們這樣算 這裡如果沒有吃掉這些子 白棋是30木 再加上31323334353637383940 5056 白棋這裡有56木 這裡是1012 黑棋有12木 56加12等於68 68加上10 78 80 818283848586 878889 9091 白棋有91木 黑棋 黑棋呢 黑棋這個地方是 24 6 8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4 25 26 27 28 29 33 1 4 1 4 2 13 44 45 55 65 666 7 68 69 70 71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82 8384 85 86 87 888 99 192 93 99 99 99 97 8 96 還沒有算這裡 黑棋就已經99木 貼木已經夠了 對吧 再算這裡 黑棋就已經領先 15到20木了 15到20木了 這白棋就虧了呀 白棋就完蛋了 對不對 白棋就完蛋了 所以這個地方 白棋已經落後那麼多了 只吃掉這些是不夠的 必須要全部吃掉 才能夠贏 才能夠贏 這個完全就是110加吧 對不對 完全是110加的局面 但是這個地方黑棋居然是選擇叫吃 這個地方爭子有力嗎 雙方應該都沒有進行計算 對吧 這個地方黑棋居然是想要像這個樣子打出來 那就是大二手了 白棋只要再長一個之後再鋪 這裡就全死了 重點是白棋不需要用鋪的 白棋只要像這樣子搬一個 再這樣子長 這樣子的話黑棋這裡依然有斷 這裡要全死 他如果接在這裡的話 白棋來個大飛地角 雖然這裡全死了 但是白棋依然是獲勝的一方 因為這個地方讓黑棋的國界線往右退了 讓黑棋的國界線往右退 這樣子就是白棋贏了 這樣就是白棋贏了 所以這種地方 雖然說就是 雖然說看起來圍棋挺複雜 但是在這種級別的對抗當中 圍棋其實還蠻簡單的 輕輕鬆鬆就會逆轉勝負 對吧 黑棋斷 這個時候白棋應該打在這裡 打在這裡就讓黑棋不要有任何借用 黑棋唯一的借用就是打這個 其他都不是先手 長就長 把這裡全部吃光 立下也一樣長 黑棋只能打 打了壓的話 白棋再長 再壓白棋再長 這裡如果補斷的話 白棋只需要像這個樣子 拆個邊 不管拆在什麼地方 假設拆在這種地方 或者拆在這種地方 這種地方都可以 這樣子的話 好像白棋依然是可以獲勝的 白棋依然是可以獲勝的 但是白棋叫吃 在街上 這個街真的是大二手 這個地方應該要接的 哦對不起 這個地方不能夠接 這種地方打了之後再接 本身都是二手 那該怎麼辦呢 像這種時候就應該要打這個之後 再打這個 打這個再打這個是一個棋形 是一個棋形 那如果說打錯方向接到這裡 被黑棋這個樣子一針 這裡的黑棋全部逃出去 白棋扁了一圈之外 呃本身的這個木樹就已經差太多了 這個地方還撲一個 撲一個是浪費劫財啊 這個地方黑棋 黑棋 提一個 是最好的一個下法 局部最好的下法 這個地方應該是要讓 整個白棋的這個借用全部消失 白棋這個地方 如果被黑棋圍繞這邊 那白棋已經輸了 白棋已經輸了 好 鼠木的部分可以讓各位觀眾 自己來就是進行一波的這個 嘗試 剛剛老師有進行鼠木 那 下一次鼠木就由其他的學生來 進行這個 進行實際操作吧 好這個地方白棋進行了一波的打入 最後是壯烈犧牲 最後是壯烈犧牲了 我們把這個棋局大致上看完了 下到這裡白棋認輸了 因為這裡這裡全部被吃 所以白棋最後是輸了 哎從這一局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對方的前半盤下的確實是挺糟糕的 但是因為小宇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他的舉措失當 全部死光 然後沒有搞清楚大的地方在什麼地方 所以最後是由黑棋獲勝 哎我們這個地方其實我們 可以看到 白棋點這個之後 再斷這個 有沒有可能造成就是 初棋的後果 有沒有可能讓黑棋 變成這個 再次逆轉局勢呢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逆轉局勢 如果這個地方 被白棋搞出棋來的話 那有可能會逆轉局勢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步棋是多麽的噁心 這步棋如果要補也應該是斷在這裡 斷在這裡之後 如果這兩個白棋 只有兩棋 那這個樣子的話 黑棋就可以安心的把這個地方納為己有 納為己有 那黑棋就爽爽的贏了 現在到這裡 白棋依然是有可能獲勝的 當然是有可能而已 局面實在是下的太糟糕了 之前的白棋下的太糟糕了 所以說這個地方 白棋到了最後就是失去了自己的理智 最後就認輸了 好 我們這句棋就看到這裡 謝謝大家